听觉行走 文化改善 听世界 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 多看 少动 才是正经的 你做领导的动不动就直接出手 做得好是英愤 做得不好说不定就没下文 必定轮到一个尴尬的局面了 就会动摇王朝统治的基础啊 你回顾一下 西周从穆王到宣王 因为出手而削弱了权威 到了平王 桓王 则进一步丧失了这种权威 平王的糟糕之处 就在于他自降身份 与郑国交换人质 于是每个诸侯国都会想 凭什么郑国和你平起平坐 我们就不行啊 到了周桓王争讨郑国失败 之后任气吞声 诸侯国们就更将周朝王室 看成了纸老虎 原来也不过如此吗 于是从心底里就没人再尊重他们了 对于二流的强国来说 周王室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因此根本就不需要把王室放在眼里 于是呢 以后就发生了诸侯来讨伐王室的事情 但很奇怪的是 二流的强国是这样 但最强大的诸侯反而更加尊敬王室 心里怎么说不知道 但至少表面上是如此的 为什么呢 不是他们真的是畏惧王室 或是在道德上更加高尚 而是王室对他们来说 还有用 他们可以邪天子以令诸侯 他们的实力是可以保证 他们玩得起王室这个木偶的 也正是由于对于大国还有利用价值 所以周王室接下来还能够苟眼残喘几百年 而这一切表象之下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诸侯之间的战争更加肆无忌惮了 而一向有野心的诸侯 就更加蠢蠢欲动了 野心? 膨胀? 你说谁啊? 咱们一起向南边看 看到南边是哪个国家? 楚国 楚国在南方 建国在金 也就是今天的金州 当时的国都是丹阳 也就是今天的支江 按照惯例 说一个国家 还是得从他的祖先开始说的 到了最上面 咱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当然也就说到了皇帝了 咱们略过不说 再之后呢 因为在点火和燃料方面有专长 被封为祝戎 祝戎是什么呀? 就是中华上古传说当中的火神 在中国的古代 如果有人告诉你 祝戎光临你家了 那你就得哭了 因为是你家着火了 为什么说到祝戎呢? 因为祝戎就是楚国的祖先 从这个角度来看 懂得一技之长 真是非常重要的 祝戎有个儿子 叫什么呢? 叫陆忠 陆是大陆的陆 忠是忠于的忠 陆忠娶了鬼方国君的女儿 鬼方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不爽 鬼就是魔鬼的鬼 方就是四方的方 鬼方到底在哪里? 没人知道 恐怕也是因为没人知道 所以才把它叫鬼方吧 也许是今天的越南 也许是今天的印度 亦或是阿联酋 还可能是意大利啊 什么地方的 管它是哪里呢? 总之不属于当时中国的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听世界 这鬼方的公主啊 很厉害 一胎就怀了个六胞胎 你别说是在春秋啊 就放在今天都算一个不大不小的世界记录了 那六胞胎是什么概念呢? 这肚子恐怕大的要爆炸了吧 所以顺产是不可能的 于是只好抛腹产了 史记记载 这叫撤抛而产烟 也不知道当时是谁动的刀 结果一刀下去 左边生了三个 还行 再来一刀 右边又生了三个 这也说明啊 中国在远古时期 已经掌握了抛腹产的技术 而这六个孩子 不用说了 就是现在最时尚的混血儿了 六个孩子 亲一侧 都是儿子 而且生下来个个健康 不仅是个个健康啊 而且是个个有出息 老六名叫纪连 姓米 到了商朝末年 纪连的后代都叫玉熊的 那是相当的厉害 玉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曾经听过一个成语叫买官玉绝的 这个玉就是那个字 这个玉呢 就是卖的意思 所以呢 这纪连后代叫玉熊的 翻译成今天的意思 那可就很简单了 就是卖熊的人 再换一些时尚的词 那就是偷猎者 于是玉熊的后代就姓了熊 卖熊的人姓了熊很正常 那姓马的祖先岂不是卖马的吗? 当然不能这么简单推理啊 按理说 这卖熊是体力活儿 卖熊的人没什么头脑 可是这玉熊不一样 他很有学问 周文王 周武王都曾经向他请教过 史记当中记载 玉熊子是文王 也就是说是文王的干儿子 武王的干哥哥 到了周成王的时候 分封一部分先贤的后代为诸侯 于是这玉熊的孙子的儿子 熊义被封在楚 爵位是属于子爵的 熊义在那个时候 还留在伟大首都辅佐成王 而把楚国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来打理 楚国那时候还属于金蛮之地 没开化的地方 而这个熊义 就是很多姓氏的始祖了 包括像姓熊的啦 姓苗的 姓楚的 姓上官 姓武 姓驱 姓潘 姓班 姓渣 就是那个茶字啊 姓班 姓渣 姓庄 姓盐 姓卓 姓墨 姓锦 姓程 等等姓氏 都是熊义的后代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的梦代表什么 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那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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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梦里的未来 那是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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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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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